三年了 我终于又回到这个 承载着我无数回忆的城市 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她过了怎么样 这些年 每天晚上闭上眼睛 都是她 但是又不敢去打扰她 所以我决定 偷偷地去看看她 悄悄给她打个电话 好想这样静静地看着她 是诚意吗 啊 是我 没想到她还能记得 我过得挺好的 我也挺好的 那不行还来给我打电话了 我就写真 看看你换不换号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没变 那是不是没啥事了 那我挂了 你别别 我其实还有点事 还有什么事 我记得我之前 有一样东西 好像还放在里面 什么东西 我只是想和你 多说几句话 啊 是吗 那可能我记错了 那没事的 没事的 那你先忙吧 我挂了啊 回想我们中国的那些曲折 只有我们 本想等到她下班 结果我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好 来了 看另一幕 来上开来 不是哥们 你是干好的啊 哪聊哪待 这有你事吗 我啥也不是 来来来喝 我喝不喝的呢 你还陪我喝呀 我陪你喝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想的 只是不想看见他被欺负 赶紧补一下 小伙子别让我看着你 听了没 不好意思 哥们喝多了 我走 我走啊 没事吧 刚才 谢谢你 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承意 干啥呀 你就 没有什么 你要跟我说的吗 有 我饿了 行 我去给你做饭 曾经 那个每天你下班 就会把饭 给你做好的 那个女孩 她现在 还在你身边吗 噢呀 噢呀